1989年4月,法国反政府主义者为了妨碍政府在法国南部的莱米勒地区修剪监狱 于是用千分之一比例的白糖混入水泥 导致建造监狱的水泥变成了湖不上墙的烂泥 可为什么水泥中混入白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 首先从化学性质上来了解一下 水泥的主要原料为石灰或者硅酸钙 通常情况下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出来的水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凝固硬化 从普通的泥浆变成牢固的墙壁 而白糖中含有糖多酚是一种双糖 同是是一种混凝土缓凝剂 可以使水泥凝固前的硅酸三钙颗粒被吸附 导致这些颗粒表面的水化硅酸钙经壳被销毁 使其无法形成水化硅酸钙也就是水泥 通俗来讲就是水泥中加入了白糖就会变成吸软的泥浆 不过少量的糖分并不会完全导致水泥无法硬化 据统计在水泥中加入0.04%的白糖 就可以让水泥凝固的时间延长一倍 假如超过了1%就可能会使水泥变成一滩沸泥 即使重新固化也失去了远勿的抗压强度 所以在这里白糖也被称为水泥终结者 比如在2014年1月 伦敦地铁维多利亚县的控制室被水泥淹没了 导致乘客无法正常乘坐地铁出行 眼看着水泥就要掩盖到最重要的开关和电线 如果不及时处理会造成整个控制室无法操作 而就在此时 抢修工人们买来了白糖 倒入还未完全固化的水泥中不停搅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水泥变成了稀松的水状物 轻轻松松就被清理掉了 因此建筑队在施工时 也会在搅拌车中备上白糖 以防遇到意外事件 当然除了白糖之外 棉子糖和乳糖果糖等 也有不错的缓凝剂效果 虽然市面上也有商用的缓凝剂 但是对比成本来看 白糖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这也就是为什么工地的工友们 无法喝含糖的饮料 喝奶茶的原因了